我做梦也没想到 在即将奔三的年纪 还会遇到被尾随事件 上次遇到尾随变态是在初一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 我依然心有余悸 必须分享出来给大家提个醒 事情是这样的 周一下午去了老三家陪大胖侄女玩 吃完晚饭做了一会儿我就准备回家 老三说要开车送我 我说不用不用才9点多 我自己骑共享电单车回去就行 他家距离我住的小区也就2.3公里 骑行7分钟 刚好小区门口就有一辆小蓝 我寻思 哎呀刚吃太饱了 溜达到十字路口再骑车呗 哪知道这个决定招来了后面的惊险 我现在住的小县城呢 晚上9点很多铺面都关门了 路上行人也明显减少 从小区到十字路口那条路几乎就没人 本来还有点处 后来一想 回老姐姐我怕啥 是吧 走到路口 这儿有家药店开着门 我就站着等绿灯 虽然那一面人少 但小蓝多且顺路 此时有个穿黑衣服的人从马路对面过来 我在低头看手机并没有关注他 但余光瞄到他在盯着我看 当下我就很奇怪 因为普通路人不可能这样盯着一个陌生人 直到他走到我身后 我依旧感觉到他的目光在笼罩着我 我整一个体内的警觉机制就起来了 立刻转动身躯假装看手机 同时余光可以确认他的位置 果然他就站在不远处盯着我 此时我有点急了 刚好绿灯亮起 下意识就赶紧往对面走 想说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吧 结果我过马路他也跟着过 这就很不正常了 他刚从马路对面过来的呀 走到一半我就慌了 因为对面没有人啊 万一他是歹人 于我大不利 很明显他比我高大 这时看到一辆空低视 我立刻招手 结果师傅给我摆手俱在 而他依然跟着我 看着我 就问你 要有人这样看着你不说话 你不觉得可怕吗 而且还是晚上 我一个女生 当时一整个心态就有点崩啊 就快速折回 假装打电话没有看到他 因为药店那人多些 幸好除了药店 这里还有一家理发店 华莱士开着门 通尼们蹲在门口 讲真 我从来没有一个时刻 觉得通尼沙玛特们 如此亲切 正好有三个小姐姐 下班往理发店走 我一个剑步紧跟其后 恨不得一把挽过他们的手 假装是好姐妹 手都抬起来了 可想到万一错怪人家 又吓到路人 我就放弃了 此时他依然跟在身后 但现在理发店人多 我就站在通尼旁边 想说看看他到底要搞什么鬼 思考中 黑人缓缓走到我面前 我下意识往后退 他问 叉叉广场怎么走 这时我才看清他的脸 感觉是18 19岁的小伙 脸上带着一副 并不是正常问路的诡异迷茫 为什么觉得诡异 其一 那广场是小镇的CBD 但凡住在这里的年轻人都知道 好 就算你刚来 但广场超大的红灯招牌 就在右前方 眼不瞎的抬头就能看见 其二 正常问路会一直这样跟着别人吗 那么多其他人和Tony你不问 尾随我几分钟就问路 看他手还想扒了我 我就皱眉后退跺脚 很不耐烦的往右边一指 在那边 同时心里慌了一批 因为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干嘛 别人问完路 一般都是往所指的方向去了 而他是带着一丝迟疑 与奇怪的茫然 继续盯着我 因我语气强硬 所以不得不缓缓往那边移 可头还依然向着我这边 这样 所以我确定他绝对不是问路 一定有问题 小时候遇到的变态陆体大叔 也是一脸奇怪的茫然 也是问一些不相干的问题 紧接着就掏出他的蚯蚓 我不寒而栗 不管他想干嘛 这时候我得跑 我不会因为他看起来像个半大小子 就对他放松警惕 No 说时迟纳石块 不远处正好有一辆小蓝 我快不过去扫车 骑上就留 开动前一刻 瞥见他 还站在理发店门口 继续带着一脸朦胧的迷茫与诡异 望着我像这样 我整一个毛骨悚然 边骑边回头看 生怕他骑车追上我 到家后我身体都还抖了很久 可能你们会觉得我很夸张 辟尽他也没做什么 但我真的相信自己对危险的第六感 总之 整件事从头到尾都很不正常 回到家我就在想 为什么我总是遇到一些怪人 包括身边的朋友亲人 都觉得我磁场有些奇特 因为他们出门都没事 一跟我出门就很容易遇到疯子 Why 真的苦恼到想哭 都一把年纪了 怎么还遇到这种事呢 我那天整个都很样衰啊 同头垢面 为什么 难道是因为穿了一件荧光绿T恤 可是很快又冷静下来 我怎么能让自己陷入这种 受害者有罪论当中呢 所以在这里很想告诉 和我有同样遭遇的朋友们 当我们遇到这些怪人怪事 甚至变态时该怎么办 一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时刻保持警惕 不要觉得年纪渐长 就不会遇到危险 出门在外最好结伴而行 在一些歹人眼里 没有老幼 只有目标人物 新闻上也不止报道过义气 六七十岁阿婆被强暴的事 有潜在危险的人 通常看起来都人畜无害 不要因为年龄或者外表 而放松警惕 小时候我遇到的那个变态 就穿得特别干净整齐 和普通大叔没有区别 关于年龄 大家还记得前两年 大连那个 奸杀十岁女童的 十三岁男孩吗 恶人不分年龄 二千万不要给歹人制造机会 远离偏僻地 当我们已经感觉到危险或者不对劲时 别犹豫 尽快离开现场 往人多的地方走 一定远离偏僻地 必要时跑 旁边若有人可寻求帮助 假装相识或怎样都行 路人会是救命稻草 十几年前当变态掏出当里的东西 是师姐让我摆脱了噩梦 这次虽然没有发生什么 发生了就BBQ了 但也是那三个下班的小姐姐 让我摆脱了最不利的情况 如果已经在偏僻处能跑则跑 跑不掉就报警或者躲起来 实在躲不掉 就趁他逼近不得不反抗时 攻其要害 踢裆步或者你想到的方式 总之保护自己一定要刚强果断 没事学点防身术 拳击操不亏 三千万不要责怪自己 当事情发生后 很多人甚至于自己都会想 这么多人 事情怎么就偏偏发生在我身上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是不是我打扮得太招摇了 可我是oversizeT恤加运动裤啊 那个晚上我都在怀疑人生 快三十岁居然还能遇上这种事 我已经很不爱打扮了 那干脆从现在起自暴自弃 让自己有多邋遢就多邋遢好了 No 他们寻找目标不分美丑穿着如何 就是那一瞬间 你刚好在旁边 对美有追求 没有错 拒绝受害者有罪论 快三十咋了 快三十更要好好爱惜自己 该打扮打扮 该保养保养 四千万不要沉浸在惊吓里 适当倾诉分享 事情过后心有余悸很正常 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多做点别的事 去转移注意力 我当下就和姐妹倾诉 现在又和大家分享 所以这件事在我这边基本就过去了 否则情绪会一直陷在惊恐里 得不到帮助 分享是有力量的 温柔的聆听者 会是倾诉者心间的春风 得 谢谢大家听我啰嗦 也希望你们永远都不会遇到这些 奇怪可怕的状况 万一万一遇到也不用慌 勇敢起来 我们一定可以用智慧保护自己 如果你有类似的经验 可以分享在评论区 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点赞加关注 盼望你我永远平安健康 咱们下期再见